3月28号 电视剧《旋风十一人》 在上海举行开播发布会 现场胡哥与江书颖分手后首度同台 为新剧站台 活动中两人不时而语交流 正如胡哥所言 如今两人相见并不尴尬 关系还不错 由于现场片花中 播放了一些两人在剧中亲吻的场景 主持人问及是否怀念拍戏的过程 胡哥大方表示 原本觉得没什么 但刚才看了很多画面 还是会有很多回忆 这部戏我不认了 拍得很开心 坐在下面看了很多画面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 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回忆 这个戏拍得的确是非常的开心 该剧作为胡哥与江书颖 曾经的定情之作 备受关注 采访环节 胡哥大方谈及旧爱江书颖 他表示 对于小江表演的评价 只有四个字 真情流落 因为演得再好 也不如真情流落 问及两人过往 胡哥回应 会有点遗憾 那个时候受到太多关注 当时作为男友来说 缺乏担当 没有好好保护他 胡哥称自己和江书颖 现在经常会联系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尴尬 还是好朋友 这些年除了薛佳宁 胡哥亲口承认过的女友 就是江书颖了 据悉 两人在拍摄电视剧 旋风十一人时 走到了一起 胡哥还称 江书颖是个傻姑娘 遗憾的是 在去年8月19号 电视剧好先生发布会信场 江书颖亲口正式分手 闷我落信完 谁说分手就不能做朋友了 报道